在被从香港带走调查五年之后 大陆上任肖建华终于迎来了一审判决 根据大陆官方报道 肖建华被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被信运用受托财产罪 违法运用资金罪 单位行贿罪 一审被判13年有期徒刑 那么底层出身的肖建华 是如何一步一步成为资本大佬 实现阶层跨越的 他为何能够成为众多家族倚重的白手套 大家好 这里是小菜说 我是小菜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位神秘大佬肖建华 1971年肖建华出生于山东省肥城市 安架庄镇下回村 虽然出身农村 但是肖建华从小就体现出了过人的天赋 还没上学就能被惩罚表 语文数学闷闷都好 在泰安市的作文大赛里还拿了第一名 虽然成绩优异 不过肖建华并没有到县城上学 依然在村里读完了小学和初中 由于他成绩突出 一直跳级 高中就直接到了县城里最好的肥城一中上学 15岁那年 还在读高二的肖建华 就直接被保送到了北京大学 在北大期间 肖建华当上了学生会主席 还担任过全国学联的副主席 要知道 在中国的大学里 要当上学校学生会的主席 不跟校领导搞好关系 那是绝不可能的 而山东农村出身 毫无背景的肖建华 能够当上北京大学的学生会主席 据传与时任北大党委副书记的林炎志 有着一定的关系 虽然这一说法无从考证 但是至少可以看出 肖建华的交际能力 绝非普通人能够比拟 根据和肖建华打过交道的人介绍 肖建华为人谦和 从不夸夸其谈 无论大小事 只要接受委托 一定会把事情搞定 这也为他今后打造明天系 埋下了伏笔 1990年肖建华毕业留校 在北大党委学生工作部任职 1990年可是个敏感时刻 当年众多的大学生 都没能够顺利毕业 而毕业还能够留任北大 这也反映出了领导 对于肖建华的信任 到此为止 我们可以看出 肖建华无论是智力水平 还是交际能力 都足以让他成为一个成功人士 虽然万事俱备 但是农村出身的肖建华 还需要一股东风 才能实现自己的阶层跨越 而这股东风 正是大他一岁的北大同学 日后的妻子周洪文 目前已知肖建华最早的投资记录 是在1996年 这一年25岁的肖建华 在北京注册成立了 北京海峡横业计算机信息系统 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惠德天地科茂有限公司 北京星天地互动多媒体技术有限公司 等三家公司 而这三家公司都经营计算机业务 而此前周洪文所在的 正是同样经营计算机业务的 北大方正集团 1998年 北京北大明天资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 肖建华为法人代表 明天系的名字开始出现 自此之后 肖建华开始在周洪文的老家 内蒙古开始布局 先后成立了三家公司 而蹊跷的是 北京几家母公司注册资金 仅仅几百万元 而其包头子公司 却动辄规模上亿元 其中北大明天百分百控股的 包头北浦实业 注册资本为两亿元 注册资本为547万元的 北京惠德天地科茂有限公司 在包头成立了注册资本为 1.7亿元的 包头是创业经济技术开发公司 而这些充满瑕疵的公司 之所以能够成立 显然离不开周洪文 在内蒙古的人脉资源 根据公开的资料 周洪文虽然户口为北京 但是出生地为内蒙古 其父亲为当地教育局的一名官员 而肖建华选择在内蒙古 开始发展自己的资本帝国 显然跟妻子有着密切的关系 1999年9月 周洪文出任法人代表的 明天控股有限公司成立 此后明天控股成为明天系 参与股权投资的旗舰 公司初始股东为北京惠德天地 即周洪文周雪天 也就是周洪文的父亲 肖建华张秀英 也就是肖建华的母亲 此后肖建华周洪文夫妇 从公司股东名单退出 公司股东变更为肖卫华 苗文正 杜云发 王林芬 温金娥 张云贵 段新莲 张湘梅 等八人 其中内蒙古包头四人 北京两人 新疆塔城一人 山东肥城一人 可以判断出 这些股份基本都是代持 自1998年开始 两年时间 明天系先后控股参股了 明天科技 华资实业 西水股份 宝商集团 爱石股份 ST兵雄 等六家上市公司 这其中 动用的资金仅仅只有五亿元 中国资本市场赫赫有名的明天系 由此形成 那么肖建华在短期内 能够动用如此巨额的资金 其来源究竟是哪里呢 其实 这正是源于肖建华 对于中国形势的准确分析 以及多年布局的人脉关系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 中国股市诸多政策存在变数 法人股的出路尚不明朗 许多投资者 就躊躇不敢妄动 明天系呢 却已经开始大肆收购 上市公司的法人股 由于介入早 基本上都是以净资产价格 收购上市公司的法人股 这一次豪赌 让明天系最终取得了 不菲的收益 而到了21世纪初 明天系再次踏准了政策 与市场的节拍 赶上了证券公司 银行 保险 金融租赁公司 改制这班车 而明天系 在收让这些金融机构 法人股中间 也尝到了 可以经营人脉资源的甜头 跟其他富豪不一样 肖建华为人极为低调 而他所掌控的明天系 也是把闷声发大财 这句话 发挥到了极致 肖建华在一次 内部讲话当中 就提到了 明天集团采用的是 隐蔽加分散的战略方针 也就是 尽可能的 把明天系的 核心成员产业公司 主要社会关系 都隐藏起来 对外严格保密 对内各部门之间 相对保密 肖建华在集团公司内部 就专门设立了 机要工作小组 专门负责公司的 保密事宜 而肖建华本人呢 也极为低调 穿衣吃饭 从不讲究 香港四季酒店的工作人员 就告诉过媒体 肖建华从来不跟 工作人员说话 所有的要求 都由助理代为转达 支付也从来不用信用卡 只用陷阱结账 那如此低调的刑事风格 也是他日后 能够被权贵家族 所倚众 成为白手套的重要原因 每个人都有价码 一直是肖建华 信奉的标准 以前养权 是他维系 和权贵家族 联系的重要手段 通过和权贵集团勾结 肖建华获得了 别人没有的特权 也为他带来了 丰厚的回报 高峰时期 肖建华可以调动的资金 达到了1000亿元 而名下的总资本 也高达了 2万亿元人民币 不过在中国的政商关系当中 暴风骤雨是常态 风调雨顺才是战时代 2016年开始 中国采取措施 防止资本外逃 而肖建华自然就成为了 重点打击的对象 2017年除夕之夜 五个不明身份的人 从香港四季酒店 就带走了肖建华 而根据香港警方的通报 整个过程非常平静 没有任何胁迫的迹象 而此时距离肖建华离开大陆 已经过去了四年时间 2022年8月19日 肖建华案最终判决 肖建华被轻判13年 根据判决书显示 肖建华因为积极配合调查 并退回了大量赃款 而被轻判 至于真正的原因究竟如何 恐怕外人永远是无法知道的 其实权贵跟白手套之间 并不是很多人想象的 是一个隶属关系 更多的是一种互相的选择 白手套要有一流的资产 懂运营 懂资本运作 口碑好 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八名 握在权贵手里 但是同样的 白手套们也会选择那些 掌握实际权利的权贵 同时在资本运作工程当中 白手套们也会掌握权贵们的黑材料 以便日后能够全身而退 就如肖建华所说的 每个人都有价码 关键要看 这个价码在什么时机展示 以及展示给什么人看 在这场资本与权利的博弈当中 聪明的肖建华 其实从一开始就清楚自己的结局 而他要做的 只是选择在什么时候 以什么方式结束离场 然而只要这间赌场开着 就依然会有新的赌客加入其中 只是所有人 都只会关心自己的收益 而从来不去考虑 这间赌场存在的原因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点赞订阅留言 这里是小菜说 我们下期再见